一年一度的臺北一歲節 向來是表演藝術新秀的年度盛會 今年總計有一百三十個表演團體 獻上五百四十三場表演 從山林 咖啡廳 廟宇古蹟一直到水上 民眾可以搭乘遊艇 從大稻城碼頭出發 然後在藍色公路上 一邊看表演 一邊欣賞淡水河的美景 享受一場夏日的藝術旅行 台北一歲節八月的盛夏開跑 今年有一百三十個表演團體 參與盛會 總計將獻上五百四十三場演出 表演場域從陸地 山林延伸到河上 其中一個場地非常的特別 就是在我身後的遊艇 那這個遊艇呢 平常是台北市的藍色巴士 那今年我們特別跟他們合作 然後所以我們會有一個移動式的演出 我是老爺 她是丫鬟 今天晚上 夫人不在家 百三千到我房來 這種表現 總經理 我有一個想法 不知道該不該說啊 可很好嘛 就是這樣嘛 大稻城碼頭出發 遊艇就是舞台 台北河岸作為布景 線上脫口秀音樂劇與卡拉OK表演 成為今年一歲節最具特色的表演場域 創造音樂室內樂團 他們去年曾經得到那個 一歲節的音樂類的獎項 由人生弦樂與集樂組成的 創造音樂室內樂團 讓你聽見東海岸的原住民古調 與城市夜晚的爵士樂 然後他們就是 film and dance 然後所以他們 他們一直很想做的事可以做跨界 就是在舞蹈跟視覺上面的一些結合 film電視環境劇場 則延續劇場一貫的創團精神 跨界結合音樂、舞蹈與數位藝術 表演舞台就藏在這個城市的各個角落 可以是咖啡館、廟與古蹟 蜿蜒在小巷裡的巷弄劇場 要帶大家在日常生活裡 一起在城市中探索藝術